《伍佛无门》 《伍佛无门》 《为人自造》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伍佛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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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时大家好 昨天讲到感应篇第四十八段 《亲灭天明》 《扰乱国阵》 我们看到 这个世军 凡是邪法 邪教 几乎都造这种畏 像最近在中国的法轮功 执顾自己的名利 扑顾人民的利益 欺骗众生 扰乱社会 这个罪业非常重啊 纵然它能逃过法律 它逃不过因果 因前所得的这点利益 后来受苦无求 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越不能图一时的小利 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 这是愚痴到极处啊 佛菩萨 其心动业 一切作为 无一不失利益众生 安定社会 这是佛心 这是佛心 这是菩萨意 念念 一定要为正身想 任何一个行业 任何生活方式都是菩萨道 都是菩萨行 昨天 董伯崔玉京之师打电话给我 说他们的思议 现在遇到困难 他很想放手 今天早晨 又给我通了一通电话 我劝他 行菩萨道 不要为自己的利益 他说是的 他都为员工为社会 但是 还是有很多毁谤 很多 账难 这个是免不了的 念语常讲 好似多么啊 父母 父母 哪有不爱护子女的 哪有不为子女去养着 可是子女一样埋怨父母 一样给父母找许许多多麻烦 父子尚且不辞 老板跟员工哪能有例外呢 他告诉我一个事情 他说在过去 这个厂里面员工每一天念佛听经 大家都欢欢喜喜平安无私 我说现在你还照做啊 他说现在不能做啊 法轮功这一闹啊 经也不可以听了 佛也不能念了 他说现在人心乱了 意见多了 他很难管理 经还是要听 必须这个佛法要跟法轮功划清界限 佛法与他们决定不相干 要讲清楚讲明本 所以你过去 常里面那么多人 大家都欢欢喜喜一心一意 那么由此可知佛法效果实实在在殊胜 一定要向大家说明解释 就是澄清这些误会 人不听经 决定会胡思乱想 不但是一般世人 我们学佛的人都一样 烦恼习气太重了 三天不听经 完全退转了 所以我告诉他 最近我听到许多感应的事情 鬼神都要求听经 而且要求听经的时间延长 一天两个小时不够 这些感应 表面上看好像都是鬼神 实际上 实际上我想都是诸佛如来化现 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就实现什么神 我们现在这些人呢 已经不是人了 所以佛菩萨眼镜里看 应以鬼神圣而得度 是实现鬼神圣来度我们 我们应当知道惭愧 这样 佛实现人间的善知识 我们遇到不相信了 听到鬼神就害怕了 不敢掉以轻心了 佛菩萨以鬼神圣来度我们 佛菩萨用卧道的身份来度我们 这个显示出无比的智慧 善巧方便 我们要在这个里面提高警哲 认真 陆离 修学 现在讲经的人少 不容易情道发思 什么是好发思 什么是真善知识呢 决定没有死心 决定不为自己 我今天劝导崔玉京去死 决不为自己利益着想 也不要为你的家庭利益着想 念念为你工厂里头员工 他工厂有四千多人 念念为这些人的利益着想 念念为社会大众利益着想 你就是菩萨了 能够为员工 老板是为员工来服务啊 员工为社会服务啊 社会为国家服务啊 国家为世界服务啊 这个就叫做菩萨道 这就是佛法 我们将佛法落实在现实的生活 佛法绝定不是谈寻说明 为大众利益里面还掺杂着不学习自己的利益 这是凡夫不是菩萨 依旧是谜而不觉 然而不济 学做菩萨要学得像 要学得彻底 要学得究竟 任何一个人 不论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不论自己在哪一个佛物的工作岗位 只要没有私心 没有自力 一切为众生为整体着想 真诚慈悲的佛物 这个人就是菩萨化身啊 这个人 以及他所做的事业 一定得到祝福护念 龙天善神拥护 困难 甚至于灾难 有时候也在所不明 那是什么原因呢 业力的照感 业力不能消除 灾难就决定不能避免 消除业障 要从本身做起 自己业障不能消除 如何能帮助别人 这个道理要懂啊 在这个地区明白的人多了 觉悟的人多了 他怎么会明白 怎么会觉悟 要依靠讲经说法 六道里面都是凡夫啊 都是一批迷失自信的人 没有佛菩萨教诲 他怎么会救悟 真正发大心 学经教 学几位人 这个事情 诸位要细细去想 想通了 想明白了 你就知道 值得 人在一世 寿命短处 纵然活到一百岁 还是太短太短 后必造业 为自己的利益 就造业 所以佛菩萨注释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给我们所实现的 正是如金刚经上所讲的 他的思想 见解 言语 造作 都是展现出 无我相 无人相 亦无非法相 他老人家 一生所说的 全部落实 全部都在他 生活 工作岗位上 行事无语 可是我们看不出来啊 学物的人看出来了 在波若会上 须佛提尊者看出来了 赞叹西游是尊 什么是西游呢 落实就西游 世间人 六道众生 哪一个不为自己 人人都为自己 这个不西游啊 现在遇到一个人 不为自己 点点滴滴 完全都是为众生 这个西游啊 这个心西游 所以他的行事就西游了 心要发心了 要发五无上菩提醒 这个心一发自然就能够啊 爱护一切众生 无量寿经山讲的 仁慈不爱啊 不爱是处在无量寿经上的 这个爱心才真正欢喜乐意 纵然 纵然受尽了冤缺 也不会退心 也不会改变志向 认真努力为一切众生佛物 这个佛物里面 佛菩萨对众生的佛物 跟世间人佛物不一样 佛菩萨佛物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帮助众生佛物 这就叫佛法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那是世间法 就不是佛法了 是世法的佛物法 佛法的佛物 点点滴滴都是令众生觉悟的 这个事情 我们在《般若经》里面 看得很多 看得很透彻 《华严经》里面 更是具体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要能体会 从《般若经》里面 能够看到 祝佛菩萨一切众生 现实生活状况 金教跟现实 是决定不能分的 是一不是二 这个才叫西义华 金教要跟现实特结了 不是佛菩萨的过 是我们自己的过世 我们自己不会学 所以他的特结了 要会学 佛法就是实际的生活 在古时候 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 中国古圣仙仙里面 我们深深相信 有佛菩萨硬化在其中 遥顺于他们 周公孔子 他们的信心 我们用佛经来比照 我们用佛经来比照 感应篇 这个小柱里头 有一段 地遥运 遥啊 无存心于天下 价值于穷明啊 看看他们的用心 他们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天下苦难的众生啊 念念当中 如何帮助这些众生历苦的路 要帮助众生 众生却吃的 送一点吃的给他 却穿的 送一点衣服给他 这是小能小会 这不是办法 确定不能教众生 永远靠救济 生活 这不是慈悲济世 慈悲济世 要教众生 有智慧 有能力 可以 可以独立 谋生 自求多福 这是真正慈悲济世 真正慈悲济世 从哪里做呢 从教学 教他了 他 他们有智慧 教导他 启发他 开智慧 他们有生活能力 教他技术 教导他 谋生的能力 所以说 教学为先 而究竟圆满彻底的教学 是佛法里面所设定 帮助一切众生 专门 专迷为物 这就超过世间一般的教学 大车大乌 大车大乌 就是佛菩萨 究竟彻底究 就是五无上菩提 佛菩萨 佛菩萨教众生的是这些 我们发心学佛 也就是学的这些 佛菩萨大慈大悲 我们自己能不能成就 关键在好学 这是我讲过许许许多多遍 不好学 有好老师也是妄然 我们一生能不能成就 就决定在是不是好学 居士林的成光别林长 最近往生进土 三个月之前欲知识之 他怎么修成的 好学 李牧原居士告诉我 老林长最近四年 每一天天经天八个小时 所以他成功了 这个四年 生病了 身体不好 不能工作 所以自己在卧房里面放一个大的电视机 我们所有的录像带 他全部搬一套回家 每一天看 一天看八小时 看了四年 这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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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信心 愿心 坚定 万云放下 一心 一心求生 一心求生尽土 他如愿一场 他成就了 所以我们看看 古王们进来 凡是成就的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就是好学 凡是不能成就的人 我们仔细观察 不好学 好学的人 随顺佛陀教会 不好学的人 随顺自己烦恼吸气 因不同 果报当然不一样 这是我们要深深求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